像你们这个房子不能买下来的是吧 不买 你们都是租在这里的 几十年了吧 几十年啊 他这样改造后之后你们这个房钱要涨吗 不 涨一点 帮你往地打开比你那些 其实看去 那一直看不看了 你这个往事少来少得嘎 对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那么今天继续更新原差原还后的龙华新村第二集 好了朋友们 昨天的视频我们说到徐汇区的龙华新村原差原还后就改完成 这个房子都非常漂亮 像花园洋房一样 但是后来我碰到一位里面的居民告诉我说 虽然这里的房子啊 他们都住了几十年 但是房子他们并没有买下来 而是每个月交一些房费 这个房费的数目也是听得我大为吃惊 另外呢 就是这边改造后居民们都满不满意呢 房费会不会涨 像你们这个房子不能买下来的是吧 你们都是租在这里的 住在这里有多少年了 几十年了吧 几十年啊 对啊 我还以为这里的房子是买下来 我想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这样帮你们改一下 倒是蛮好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嗯 他这样改造好之后 你们这个房钱要涨了 才会涨 他本来多少钱 租给你们 一个月几十块钱 哦 那蛮好的 现在涨估计也不会涨多 知道会涨多 那这个房子就是你们想住就可以永远住下去 对啊 哦 那蛮好的 那你们到时候这里面还要装修吧 自己 装修好了呀 装修的话你们自己掏钱了 对啊 哦 自己掏钱 这里面装修要多少钱 那每家人家自己一样 这个每家人家自己自己 要精装也可以 要精装也可以 一直住下去的 对啊 你们改造好之后这个面几下了吧 面几下的十来个平方吧 你现在里面有多大 有60个平方了 哦 有60个平方了 哦 那蛮好的 嗯 那蛮好的 还可以 还可以 你这个已经是相当好了 这个里面粽粽花花草草 也蛮好的天津对吧 本来没天津的 也有的 哦 谢谢啊 啊 网哥网子给罗要撒钞票吧 给罗啊 要撒钞票吧 嗯 这是 带位的乡啊 带位的乡 不用擦钞票 网哥也撒吧 祝福吧 是 带位的乡 祝福的那个 哦 祝福的 哎 祝福又撒祝费 又撒祝费 你那网马无赖啊 不好骂啊 不好骂啊 嗯 天津不好骂啊 让我们说那人呢 可以买 你也不骂了 你也不骂了 你也不骂啊 没骂天津要骂啊 我已经等的地方呢 只要是个等 哦 什么等 就女的是等了给他 就等了等 撒掉 嗯 整形绕 稍后 就不进去 你这网子啊 网子啊 还是住啊 那时候那里面是 还是没有 羊皮子羊毛 骂了 哦 骂了 嗯 结果 骂了一夜 都不骂了 刚往自没漂亮啊 我看 刚往自漂亮啊 七净老度啊 没见啊 没见大概差不多啊 你不是刚刚整个吗 不是 整个整个手啊 整个手 整个手 帮你往地打开 切着看去 那一只可能不看了 你这个往自刷了 有什么东西啊 对吧 没见过 猪精油 芒果都长了 对吧 猪精 长一样 没听过 我现在都没登进来了 登进来了 以后还没听过了 这个是所谓 带位王子 带位来说 你都说一个平方 猪不容易就 都说一个平方 猪不容易 其实这个王子 可可不漂亮啊 其实 还不过日子 还没好 不然不漂亮 没弄死 又是个装修员 对吧 装修 对 好了 那么大家觉得 像这种单位分的房子 你虽然不能买下来 但是每个月呢 主要出一点点的房钱 就能居住的这种居住性质 怎么样 也可以在配论区 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 也可以点关注 点个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大家在外 小这种居住手 这个居住的 然后 就像我那样 就像我那样 一项 一项